年副总统今天下午4点钟在东东府接见了美国康纳河石油公司东半球总裁哈德斯 哈德斯在访华期间将分别和我国有关方面协商台湾海域石油碳碳的计划和有关问题 哈德斯所代表的美国康纳河石油公司已经和中油已经一起了石油碳碳的计划会议 双方决定继续积极进行合作碳碳台湾海域石油的计划